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站长 站长 顺达汽车修卫厂你知道吧 知道 马上派人给我监视起来 是 等等 这个厂的老板 跟唐副站长的关系 可非同一般啊 所以 不能让唐爷听到任何风声 这个案子可是毛局长 亲自赌完的 知道了 你去吧 好 马会长 该吃药了 又到了吃药的时间了 好 吃药 好 小雪啊 你不用老这么照顾我了 你看 我这只胳膊不是还行吗 盛行 这个是龙部长让我过来 好好照顾您的 对了 你最近回去看过龙部长吗 龙部长身边有人 有时间啊 你还是多回去看看他 随便帮我跟他说说 让他啊 打消 是用唐爷的念头 明白了 明白了 行 那你赶快去吧 那我先下去了 好 好 赶紧走吧 我想过了 我还是决定留下 组织上的规定你忘了 一旦遇到危险情号 必须马上撤离 规定我都清楚 但是敌人对骑修厂 只是有所怀疑 证据我都烧掉了 如果我一跑 就会全部暴露 最关键的是 就把唐爷给卖了 我明白了 宋云拿让唐爷把零件 卖给咱们 就是想让唐爷 跟咱们车上关系 然后咬定唐爷 是咱们的人 对 我陪你留下来 不行 何必多一个人陪着呢 你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把密码本和电台 赶紧转移出去 老姚 付送命令 唐爷拿药表报个信 不能报 现在他一定是在特务的监视之中了 如果我们报信 只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 那就让他蒙在鼓里 你先撤 我再想想办法 来 先撤啊 宋镇长啊 李主任亲自来说明案情重大 吴区长现在在北平 所以由我来陪随 你们一定要全力配合 卑职尽地为李主任之名是否 来 据可靠情报 长春这里有家汽修厂 是共产党的联络站 而我局长春站的唐爷 可能与其有染 某局长指示 限期查清 甄别良悠 卑职马上醒了 别着急 此事前臣内部同志 要三四而后行 为之以为案情重大 若有内部同志咱家 更需要用铁丸铲除 否则 当国将遭受 比外部力量袭来的更大损失 你 马上把唐爷带到这里来 由我亲自审问 是 是 你带人赶往盛达汽修厂 好的 突击搜厂 是 控制所有人员 分头提神 马上 走 東部战长 回来了 要找我呀 唐副站长 不好意思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儿啊 到那就知道了 那 做客的主人是谁啊 是宋站长吩咐的 也是审副局长的意思 你别告诉我 审副局长来了吧 是 他也来了 请 柳秘书 今天丢去了什么好玩的地儿 陪你的人说 把你给跟丢了 吓坏我了 我赶紧跑回来看你 我想给五叔买些东西 挑来挑去 也不知道买些什么 等出来的时候 那两个人就找不到了 是 已经被我骂了一顿了 对了 唐叶到底怎么样了 有消息了吗 唐叶还在长春 今天回不来 不过明天一定会回来的 再忙也要给我打个电话呀 他还不知道你已经到了 他还不知道我来吗 你不想给他个惊喜吗 不 不 我想现在就见到他 我想和他通话 我一时一刻也等不了了 这样 那你稍等 你好 给我接一下 长春站 我问唐副站长办公室电话 报告 长春站副站长唐叶带到 你先退下吧 是 这位是局本部的督察室主任 李毅将军 他有些话要问你 你要具实回答 不能有丝毫隐瞒 明白 坐吧 坐吧 唐叶 目前是堪论时期 东北的情况呢 又极为复杂 作为党国军人 随时都要听从上风的审宴 这都是例行公事 您尽管问 只要我知道的 我一定具实回答 没人接 喂 再麻烦你帮我借一下 长春站办公室 您好 我是东北区柳航 麻烦你请唐站长接个电话 对啊 那麻烦你 等他回来的时候 给我回个电话 谢谢你 对不起了 他没在站里 别担心了 不会有事的 我先走了 我还要去上班 我先走了 你最近 是不是做了 什么分外的交易 我到长春之后 是做过几桩交易 不知您说的是哪一桩啊 都来说说吧 一样一样来 我到长春之后 买过一些瓷器和字画之类的古董 买这些东西做什么 您应该知道的 我们家就是买卖古董的 我还想靠这些以后回去 挣上一笔呢 这些东西 都很贵吧 我买的不是很贵的 加在一起三四千吧 九省流通卷 你过来没多久 哪儿来那么多钱买古来啊 我岳父有钱哪 我岳父是德赛公司的董事长 又是亚通面粉厂的总经理 在东北和中原都有生意 你还做过其他什么生意 没了 好好想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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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狂长啊 有狂长在里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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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小狂长 对 好了 等我这人说回事 好 好 李主任跟手机支掌 把唐也抓起来了 你看怎么办 好 你车呢 是在前面 进黄了啊 副官 出扰我身上啊 是 不知道 倒卖汽车零件算不算 倒卖汽车零件 那可是犯了大法 不是我自己卖 我是帮宋战长卖的 卖了多少钱啊 八千多 钱呢 都给宋战长了 就在之前办公室 我亲手给他的 是 你是说 你的钱都给了宋一粮了 唐爷 你要知道 攀要上司 可是要最佳一等了 我要他干什么呀 他还想分点钱给我呢 我一分没要 你说的可是实话 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可以找他当面对质啊 李主委 对质 也得安排在明天了 宋战长现在正忙公事呢 你 累了一天了 休息吧 你 怎么着 你还是招了吧 省得我费事 你遭罪 我也没犯法 招什么呀 给他垫 我没犯法 你这同伙儿是不是唐爷 你们是不是共党分子 你们是不是共党分子 说呀 我就是一个修车的 我不是共产党 在电 自然 我保护你们 你们不能这样 说 不说 说不说 啊 啊 喝水 弄醒他 你 上位棋长 把门关上 好 上位棋长 那批零件 你收了钱 没有啊 撒谎 神副局长 我怎么敢在您面前撒谎啊 不信你问唐冶 这事就是唐冶说的 亲口说的 他把钱 全都给了你 他胡说 他血口喷人 他抬脏腺干 我给他当面对质 你敢吗 敢 陈啊 宋战长 这种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只要一方咬死了 谁也无法评断 宋战长 沈副局长 您一定要相信我 这事 我宁可相信唐冶 沈副局长 这都是唐冶 和那个姓姚的共党分子 给我吓得烂药啊 您一定要替我做主 这事 要是武童来审 你还敢咬死吗 就是在伪座面前 伪敢拒实立正 你也知道 和你 武区长 隍山长 黄山长 武区长不在 武区长 武区长 黄山长 你要相信我 武区长确实不在 你赶紧去把武区长给我找到 我有重要事情 要向他汇报 你急 什么人啊 大声喧哗 刘秘书 黄站长 非要见武区长 黄站长 刘秘书 乔乔姐 唐一也出事了 宋一郎这小子 他不分青红皂白 他把唐一给抓了 什么 刘秘书 黄站长 唐一现在在哪儿 你快带我去找他 我不知道 所以来向武区长 你快带我去啊 我去 乔乔姐 你别着急 我马上去找干爹 走 黄站长 放心啊 放心 你这腿已经废了 你要是再不招供的话 老子还要给你上电刑 上大褂 我不是共产党 共产党派你来长城干什么 都给了你什么任务啊 我就是共产党派 才跑到这儿的 给我上电刑 是 谁不去找 你这是何苦呢 唐叶 已经上我们全部交代了 你在海滨的时候 就是共产党 你的顺达汽修厂 就是共产党的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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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电刑 现在那个姓瑶的 是打死也不招 你们说该怎么办吧 这要看李主任 有没有这个决心 要是唐叶也不招呢 他不招也不要紧 长春战有人可以出来作证 谁 喂 什么好局长 君总 我是李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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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局长说 武统早就掌握那个修扯厂 是共产党的联络站 没有动态 主要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由于我们的打扫惊蛇 他不得不提前行动了 请吧 请吧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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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唐爷 这姓瑶的下场啊 你也都看见了 我劝你啊 还是说实话 免得重蹈姓瑶的负责 你想让我说什么 你啥时候参加的共产党啊 都干了那些反政府的共党 我不是共产党 啥事都没干 你想栽赃陷害 办不到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人 都是肿烂的鸭子 身子死了嘴壳硬 其实我并没有指望你招人 请吧 你除了滥用酷刑 你还有什么呀 我这个人呀 最大的爱好就是 看着别人 在我的面前遍体鳞伤 哭爹喊娘 死去活来 死去活来 唐爷 如果你要是害怕了 那你就招了吧 好 来吧 我就不信 你能从我嘴里 套出一个字 哈啫 你看见没有 我只要把这个闸合上 你立刻就会享受到 什么叫生不如死的滋味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 招还是不招 我知道你想杀人灭口 来掩盖你倒卖汽车零件的罪行 这是你们国民党官员们 常用的几人 你血口喷人 你他妈仗着武童的势力 你这入围吗 我告诉你 我今天要为休党魂报仇 你知道吗 来 你报 我要喊一声疼 你是我的厉害 好 我成全你 站长 站长 什么人 站长 站长干啥 站长 我出场来了 好 同工 同工 同工啊 你来了也不打个招呼 要迟到你来 我就搭你的车喽 好 李主任 您到沈阳也没告诉我一声吗 吴局长 顺达汽车厂的事都调查清楚了 除了被打死的那几个 其余的都是在长春招聘的寄工和杂工 都是长春本地人 一个修车厂不可能都是共产党吗 同工啊 共产党联络点的事可以了结了 我有点累了 想先回去休息 同工请便 来 什么事啊 照顾好李主任 是 干爹这次从北平直接飞过来 不光是为了救你 还要救那个姚玉成 你知道吗 这是一场阴谋 宋一良 要我倒卖汽车零件 也是场阴谋 是啊 干爹 早就看清了这一点 他们想对付的岂止是你我 他们是想打倒干爹取而代之 我记得同样的话 我不久前跟你说过 只是你当时根本就没懂 你是说宋一良 他有这么大野心吗 他只是一个再小不过的角色了 你告诉我 他背后还有谁 在没有抓到事情的把柄之前 干爹总不多说 一点小意思 小意思 这位局长 你说啥也得救我也怕 现在知道害怕了 昨天我还要你跟我说实话吗 你还一口咬定没这事 你现在让我怎么救你 这如何救我 沈副局长 您就是孔明在世啊 我知道 您要想救我肯定就有办法 看在我跟着你这么多年的份上 九九年就会要 这谁也救不了你 只有靠你自己救自己 这 自己救自己 你老家是在福顺吧 是 福顺 福顺 还有老婆孩子 是 福顺 福顺 沈副局长 您不是有把握 沈副局长 您 您看 沈副局长 您 您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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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收一下 来 来 来 现在啊 你只有拿出你那个死不认账的劲来 咬死再咬死 他无头就拉你没辙 他无头就拉你没辙 你小子记住我了 以后你别再跟我耍小聪明了 不敢 属下再也不敢了 属下再也不敢了 去吧 行啊 唐一 你想的可是不地道啊 我抓姚玉成那是奉命行事 你却把卖零件的事给我雕出来了 在这之前我可给你打个招呼 出了事我是不会认账的 杨河 怎么着 跟我玩命啊 来 来 开呀 开呀 你以为我不敢啊 那好啊 正好有人需要你这一枪 正面你还脱口都关机 开枪 开枪 来 行了 唐老弟 你我还得共事呢 你好好想想 好 干爹 我不明白 您为什么不追究宋玉良 倒卖汽车零件的事了 吓吓他们就行了 只要他们愿意罢手 我也不想这个事一直纠缠下去 可是我觉得他们太猖狂了 如果您买来一步的话 唐哥可能就会被 这事过了 我不想这种混乱的局面 一直这么继续下去 他们的目标是您 您为什么能丢手啊 可我的目标不是他们 是共产党啊 如果这事我们出师未竭 自己先乱了阵脚 那岂不是让共产党看了大笑话 连连 没有人能比上您 人家李主任 这次从南京 亲自飞到咱们东北来办案 一切都需要我们当地配合 你们却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叫人家李主任回南京 怎么交代 这不情况不明 做事草率鲁莽 理应深可见头 有些事我也有责任 不能全怪他们 这个我了解 诸位呢 一切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 出装很好 可是 却把事情搞成这个份上 必须得想个方法好好收拾 你们说 怎么办 请区长指示 首先 必须要安抚好那个受伤致残的姚长长 这个姚宜成 曾经救过黄岳福跟唐叶的命 这次冒险逃到国统区来 却遭到了如此的待遇 这不是给党国脸上抹黑吗 是是 这事 既损害了 党国的信义 又伤及了同志的感情 必须严肃处理 直部马上安排 送他去医院治疗 不用了 派飞机 把他送到沈阳 交给唐叶来照顾他 交给唐叶来照顾他 区长这样安排太好了 唐叶 丽文 过来多久了 来了好几天了 怎么来的 是你那妹妹把我嫁过来的 这是她干的 对啊 是她把我接过来的 先不说这个了 来 坐 来 都来好几天了也不给我打电话 你那妹妹不让我给你打电话啊 她是我武叔的干女儿 那就是你的干妹妹了 吃醋了 瞧她一口一个疙瘩 嘴上跟抹了蜜似的 人家从小为爹没妈的 是武叔收养了她 人家也需要亲情 住哪儿了 就住那间房 离你这不远 太好了 你留下来和我一起陪陪武叔 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那你不回哈尔滨了 我现在回不去 我被人盯上了 你不是不帮共产党做事了吗 怎么还要抓你 是保密局内部 武叔的对手 他们千方百计 要把我打成共产党 以此扳倒武叔 夺走他的局长位置 我们还是回去吧 回去那边 共产党抓我怎么办 不会的 谁说不会 上一回他们前过来抓我一次 被柳航给救了 龙部长他们不会这么做的 那姓马都会啊 即使马科长对你有看法 可是龙部长还是很欣赏你的 包括老舅 姚哥 他们都很喜欢你的 老舅 姚哥 丽婉 我觉得有件事情 应该对你说 什么事啊 但是这件事情关系重大 你千万不能跟任何其他人说 你放心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不会说的 五叔他是我 他是我亲生父亲 你们相认了吗 他没让我认 人前人后 我只能叫他五叔 那以后呢 你准备一辈子在他身边 做个特务吗 我跟他有约定 只要国军进了哈尔滨 我就脱下军装退伍 帮你打理面粉厂 那要是国军 占不了哈尔滨呢 那更不能走了 就算他不是我爸 我也不能不仁不义吧 那你想过你母亲吗 我觉得 只要不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 他们应该 是不会为难他的 但这边就不一样了 有些人 就是红了眼的狼 只要一不小心 就会被他们一口吞掉 女官 我觉得这个时候 他比我妈 更需要我 还有事 干爹 姚宇诚还在医院养伤 他可是真正的共产党啊 他只是一只死老虎 可是干爹 我 他对我们现在还有利用价值 况且他是唐叶的好朋友 你说 我们能在这个时候动他吗 我明白了 都没有 我们在这个地方 不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 有什么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在这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到这儿 那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好 尚势非常严重 一条腿 可能惨妃 他本来可以选择离开 周车 龙部长的意思是 顺达修理厂不能垮 不然 姚玉成和唐燕 会重新引起敌人的怀疑啊 那我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组织决定 顺达骑修厂这个秘密联络点 由你来负责 那些被抓的工人都放了 你尽快把他们请过来 重新开工 是 是 好 姚哥 怎么样了 好多了 行了行了 来 我给你盖上 好多了 想喝水吗 我去给你倒点 这帮王八蛋 姚哥 别着急 好好养上 想吃什么好吃的 告诉我 我给你买去 我就等着你说这句话呢 我还真的好好想想我想吃什么 你想 反正你有钱 我有钱 我有钱 我来了 去看姚玉成了没有 她怎么样了 正在康复中 正在康复中 有条腿保不住了 可惜呀 她能这样对你 我也挺感谢她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她不是共产党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当年在哈尔滨 跟她一起谋划 怎么去阻止日军 在宋华江布雷的时候 我就已经很清楚 她和你老舅的真实身份了 你应该看一下大夫 你应该看一下大夫 年轻作战的时候 让萧嫣给呛的 不要可救 也要不了命啊 编天儿的手 爸 爸 滕川叔叔都告诉我了 我会和你俩 未来我都会讲 宋华江部 中心里 人登山 也是在河下 唯一 在河滨上 最后 腾心里 在河滨上 讨厕 天儿 也不早 大夫 伍生 20 解 文大 红 洨 孩子 以后无论 在人前 人后 都不要这么教我 我不配 不配 谁不曾在夜里 呼唤一鸣 哪怕头上有再美的繁星 谁不曾在风中 期盼着回忆 哪怕眼中 有澎湃的寂寞 谁不曾在路口徘徊 谁不曾在梦中突然被寂寞 哪怕身边有不断的地 谁不曾在梦中突然被寂寞 哪怕心中有无限的神情 我想要穿过这片秘密 去追寻永恒的天气 擦亮那黑夜半的眼睛 那路看清 再一次远行 再一次远行 我想要沾上这座天平 我心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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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再次远行 你不再次远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